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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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我們的媒體朋友 今天來參加我們的記者會 今天的記者會 我們今天就是為了2016年的 228紀念會 召開的這個記者會 我們228紀念會 還是由台灣會館來召集 然後我們有30多位的社團一起來合辦 那麼今年的時間是在2月27號跟2月28號 那我們有很多節目 我們主要的宗旨就是說 要用update新的方式來思考2月28號的意義 所以每年我們都會安排不一樣的節目 那今年最主要策劃節目的呢 除了台灣會館以外 就是我們的人權會 美國台灣人權會 還有我們的基督長老教會負責 那美國台灣文化協會 我們會館主要今年會提供的很特別的是今年的畫展 我們的前董事長陳文石先生 他是畫家 他也特別跟我們安排了這個畫展 那我會將下面的時間交給我們各個籌備節目的單位 謝謝 那我現在想要先請我們的李賢群 我們今天人權會長李賢群他在這整個節目 請你稍微介紹一下 今年節目的大綱好不好 然後我們順著就讓各個單位介紹他們的部分 謝謝 今天感謝 今天全美台灣人權協會有這個榮幸 跟南加州的各個社團來共同舉辦這個228 那因為228也知道到今年也是69周年的紀念會 那69年也知道是一個超過一夾子 那一些228的受難人漸漸的凋零 那過去前兩三年我們把這些受難的加速 跟228有關的人員我們都請來台灣會館 來講述他們過去遭遇的歷史 他們的親人或是他本身遭遇的歷史 那現在這些人都慢慢掉落 在南加州的這些親屬都少了 所以我們今年就決定從台灣國內邀請來的陳婉生女士 那陳婉生女士這七八年來 他是一個文實工作人 他是專門注重在40年代跟50年代 這個40年代跟50年代 台灣這個人權受難者就是 你也知道1947年228發生的 所以40年代跟50年代的時候 涵蓋了228跟白色恐怖 那陳女士在這七八年中他做田園調查 然後訪問一些受難人 因為受難人有的是九十幾歲 所以他這一次我們邀請他來 他來講他田園調查跟這些受難人為 訪問的這些紀錄 他會透過影片透過他的說明 他本來說他找一個九十幾歲來 可是我們因為經費的關係 所以他就想把他露營起來 然後我就跟他講說露營起來 然後當場那一天2月27號的時候 他會播放給我們看 那陳婉甄女士就是在七八年 這七八年來就是做這一些工作 他還出了兩本書 那這兩本書 這本書是他的代表作 是40年代跟50年代的一個受難者 那當天的時候這本書也會 放在後面的櫃檯裡面 就是大家想買來看 因為裡面很精彩的內容 就是說那些人 有些人是在228就過世 親人就怎麼講 他的親人是怎麼過 怎麼是被破壞的 然後有的是228 survive 但是很不幸的在白色恐怖中 又遭受破壞 所以很精彩的故事 所以那一天希望大家 能夠來聽聽這個陳婉 陳女士她經過七八年這種調查的結果 然後跟我們圍圍道來 然後講這些台灣人 這可歌可泣的故事 然後讓我們這一段的歷史 永遠留在台灣人的心中 謝謝 好 謝謝 那我再請我們的時間 是在2月27號2點到4點 是主題紀念會的主講人 那我再來我請我們的陳董事長 來介紹我們的畫家 陳城坡畫家 他怎麼樣籌備這一次的這些展覽 大家好 我們這一次台灣館提供了陳城坡 特別陳城坡 為什麼提陳城坡 陳城坡是一個 台灣整個民族運動史裡頭 從他的身上可以看到這整個陳后的思考 那甚至於歷史意義 而且我這次回去台灣特別去拜訪他的基金會 把他所有的能拿到的資料 公開我都拿到我們的會館展覽 然後我會用大概10到12張的圖片的Copy 在這邊展覽 另外我會用大概45分鐘到一個小時的時間 做一個他的整個 因為他陳城坡 雖然是畫家 但是在台灣當時的畫家 其實都含有政治運動的意義 那個很重要 所以台灣當時的 等於日本時代到那個年代 台灣年輕的覺醒 那個 是一個代表人物 碰到228 碩爛 那個前後的歷史故事 因為我們可以想起來 當時到在他們那個時代的年輕人 台灣的教育普及率 到1943年的時候 已經有百分之七十幾的教育普及率 那相對中國來講 中國當時大概 大概是一半以上都是文碼 那台灣的教育 因為接受日本的這種新的思想 而且台灣在那時候 是林憲堂跟蔣衛水 已經有做民主運動 這些推動呢 在台灣已經在現代化以後 還有適當的議會錢 發言錢 那碰到國民黨這些 這些軍閥 他們來就是用高壓的手段 用這種方式 台灣人完全沒辦法想像的 所以菁英為什麼在這邊 都可能受到很大的破壞 是因為國民黨用他們 這個精華的這種高壓手段 那通到台灣的高水準的教育 已經明治已開的這種社會 那個衝突 是產生一個最大的 一個不一樣 就是我會那天我會有兩場 那天是十一點 第二天是下午兩點 那我會把這些前前後後 透過這個畫家的生平 介紹台灣當時受到的這種衝擊 謝謝 謝謝陳董事長 我們再來就請我們 那個紀念會的音樂節目部分 蔡淑玲女士來給我們介紹 今年我們會有什麼音樂節目 各位記者小姐先生大家好 非常榮幸今天我們再一次來為了228這個紀念音樂會 來開這個記者會 很勞動大家 首先我謝謝大家 每年的228的音樂會 或者追思音樂會 有很多不同的單位 我們一起攜手來辦這個有意義的活動 每次我心裡都有很大的感觸跟感傷 因為我們先賢先累 為台灣這塊土地犧牲奉獻 我們希望他的血淚 一滴血一滴淚 我們不要讓他浪費掉了 我們他因應他的犧牲是成為一個今天 我們看到台灣有一個新的國家 一個新的希望 蔡英文總統當選 我想這個是他的精神 他認為大家一起要攜手來 為了這個國家來努力 打拚 所以我首先要講說 願這個歷史不忘 但是願傷痛不再 我們美白先淚先賢 我們最主要的 是讓他這個血淚不是白白的犧牲 我們要化成一個力量 大家結合起來 為我們的鄉土 為我們台灣的故鄉 我們的祖國 我們來一起來禱告 用音樂 用祈禱 來追思 來懷念 今年 我是代表美國台灣文化協會副會長 還有我們另外一個副會長是李孔招 我們兩個是做不同的工作 我是在音樂會這方面的策劃 李會長他是做文務這方面的推廣 還有我是今年是 我是現任的 南加州台灣人長老教會 聯合會 TBC聖業團的團長 所以我們 我們特別把這個時間 把它特別預留起來 一起再來辦這個音樂會 想到 美國文化協會從2002年 或者更早就是在 1998年 1998年 就開始跟台灣 就是跟我們的教會一起合辦 最式音樂會 都是有系列的辦 這前後我想應該有不超過 一定有超過10年 10次以上的音樂會 所以這當中我們非常感動的 就是教會的力量 還有我們不同的宗教團體 也都結合起來 如果是在看以前的 這些資料的時候 我們會看到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 在1990年 孫武復古書的時候 他就講了一些 就發了一些公文 叫前台灣的所有的教會 要怎麼去 緬懷 為了這個犧牲的家屬 來關心 要對這些家屬來做些道歉 有關懷不夠 或者是關心不夠的 大家要怎麼樣來做 來思考 所以那個時候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有提好幾種的 有四種的要求 對政府有些要求 所以我這邊有一個 當時的公文 在這裡 還有我是 今天我們的Program 還是注重在於 以往就是蕭老師 蕭泰蘭 李敏勇 李敏勇 詩人 他寫很多很漂亮的詩 都是為了紀念258的詩歌 我們會來唱 還是 《聽到希望》 《聽到希望》 就是愛與希望 他的歌詞就是一直在講 這種 這種一張手在我們的土地 不是為了死 不是為了憲 是為了痛 這種一張手在我們的土地 不是為了死 是為了希望 所以那個歌詞 這就是我們的祈禱 就是我們的祈禱 愛與希望 我們願 希望在台灣每個角落 這個愛與希望的發果 在那邊成長 在那邊開發 遍地 今天我就講到這裡 我們的裏頭當然有哨樓 有獨唱 神佑台灣 其實神佑台灣是我先生 紅帽子寫的歌詞 在1996年 總統 明顯總統的時候 他看到中國用飛彈來打台灣 那個時候 我的孩子在美國 大家看到 覺得很緊張 中國要打台灣 所以美國有打兩艘艦艇 就是一個 independent 跟那個 Nimitz 去台灣 保護台灣 就是在那個很危機的時候 我跟我先生在台灣 他在參選國大代表 末大國代代表 李登輝總統 是明顯總統 第一次的明顯總統 高票當選 在那個時候 我想 大家心很結合 因為有 那個牆錢 要來侵犯我們 所以大家很結合 所以有一個共識就是 覺得讓人家覺得 台灣 也是想有剛才這個危機的時候 還是有剛才 侵犯的時候 每個人的心會結在一起 大家的手會牽在一起 來對抗外來的疾遷 所以 228的疾遷是打不到台灣人的心 我想這心越結合 越有重來心 我講到這裡 謝謝大家 謝謝蘇黎 我們現在來介紹 我們會有什麼文物展 我們台灣 美國台灣文化學會收集了一些非常珍貴的那個 228事件的照片 我們拿了幾張畫在後面 我們拿了幾張畫在後面 那個228事件發生在六十幾年前 大概我們這一代的都沒有親身經驗到 所以我們有一套收集了一套很珍貴的歷史照片 其中有很多是228事件的犧牲者 包括那個陳董事長講的一個畫家 陳陳波 他也是228事件的犧牲者 我們特別挑了一張他的照片 所以大家有時間可以看看 這套非常珍貴的照片 據我所知就是在全美國只有這麼一套 我們總是希望年輕的人可以看看照片 對最重要的歷史事件更加了解 這是我們的意思 所以那天禮拜五跟禮拜六 我們會將照片展覽出來 歡迎大家去看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通交 那我們都知道那個TUF跟優舍 他在最近這幾年 每年都很忠誠的為我們舉辦228音樂會 那我也會請潘局會來給我們介紹 然後after這個我還有兩位我們的講演 會介紹另外一個部分 那局會請您 大家好 我是潘局會 我是TUF 臺灣人聯合基金會的理事 同時也是優舍 臺灣Elease Alliance 的負責人之一 那我們是有建於在六十週年的時候 那時候二二八當天我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是一個禮拜四好像六十週年的時候 那大家就是不知道要怎麼辦 因為覺得說前一個禮拜的週末 大家社團都有活動 大家也不追思 可是到接近當天的時候 我們都覺得說對於我們這麼大的一個事件 我們應該 包括我們就像孔昭講的 我們本身雖然沒有直接 我不是直接的一個受害者 可是你感同身受 我們都覺得說 我都想要對這些先人要有一個表示 所以我們就很忠誠的覺得說 二八當天就應該要把那個活動定在當天 所以從那個時候開始 九年前我們就開始 就都是二八當天 不管是禮拜一、禮拜二、禮拜三、禮拜四、禮拜五 今年就碰上是星期天 那星期天也因為場地的關係 因為教 我們通常都是在Arcadia的教會 那我們也希望說在同一個地點 可以讓比較習慣性去的人 有這個習慣去同一個地點 所以我們仍然是定在禮拜天 仍然是定在二二八當天 雖然是晚上 可是我們今年提前了半個鐘頭 因為希望體會 大家第二天要上班的關係 那我們這個program有幾個特色 第一點就是 我們一定準時開始、準時結束 七點鐘開始 我一定七點鐘開始 如果大家塞車只有兩個人 我們也尊重準時到達的人 我就七點開始 那我們決定在八點半結束 我們的節目一定會在八點半結束 讓所有有計畫 下面要早一點回家的人 或怎麼樣都可以準時的離開 那第二點就是 我們所有的節目呢 都一定有英文的PowerPoint做Subtitle 所以第二代的年輕人 比較能夠知道說 你們在講什麼 因為有很多年輕人 也許只是隱隱約約的知道說 我們在講什麼東西 可是因為他每年的來參與呢 他多多少少 他就已經開始有這個概念 那我後面有放了幾本 前幾年的program book 也請各位記者看一下 第三點就是 我們也是希望尋找 比較年輕的音樂家來參與 那今年的這幾位音樂家 有好幾個 有三位 都是第一次 那還有一位外國人 他們對這個二八本身 是沒有什麼idea的 所以在我們在籌備的階段 我們就是送資料給他看 要求他去讀這些東西 讓他了解台灣的歷史 那對我們來講 我們也是希望就是像各位 我們各位朋友在這邊做的 就是做一個文化的傳承 那二八這件事情 對台灣人來講 對台灣的歷史來講 是這麼一個重大被忽視的歷史 被強迫被壓制 被忽視的歷史 我們一定要讓大家知道這個真相 所以這是我們每年 在做這個的 背後的心理的感受 那我們的時間是 2月28號星期天晚上 7點鐘在Arcadia的教會 所以請各位知道 我們今年有兩場的音樂會 有鼠黎姐27號 然後28號也有一場 感謝 謝謝舉會 那我想在這個時候呢 有兩個重點我希望提出來 就是說 大家想到228的時候 那些受傷的人 誰的爸爸 誰的阿公 誰的在那裡死去 可是事實上 這整個228事件 它所影響的 不是只是那些已經 已經犧牲的 犧牲以後留下來的世界 是誰在承擔 那我今天特別請 我們婦女會的會長 姓珍 你用婦女的角度 來看這件事 好 我是蔡希珍 我是北美洲 台灣婦女會 南加州分會的會長 今年是會長 那剛才這個 這個召集人 他這樣所講的就是 這個是非常對的 就是那些犧牲的 228那時候 這些先生都被抓走了 那再來呢 這些家庭 這個太太 還有這些小孩呢 那時候可以想像 他們經歷這種被歧視 在社會上被歧視 然後生活困難這些事情 我們可以去想像 所以應該是很艱難的 所以比如說現在這些 過去台灣這些歷史呢 我們也希望說 我們多一點人知道 然後我們的下一代也知道 所以像2月27、2月28 這樣一連串這些活動 我們就是最重要 就是我們也想說 讓更多一點人來參加 然後更了解這些台灣的歷史 那所以這個 就希望這兩天這些會 大家可以幫我們登這些新聞 更多的人 尤其是第二代的 這些年輕人來了解 不要忘記 這個當時這些發生 這些台灣這一段的歷史 謝謝 謝謝 那我們都知道最近 New York Times 用整版來講 這個一件遲來的家書 為什麼這件事情 在美國也引起這麼大的注意 那我請文玉玲 她是我們畫帕的女士 她對這228在美國 怎麼樣得到獲得 我們主流的同理心 你可以不可以幫我們解釋一下 我們也要邀請我們的國會議員 或是我們的民選官員來 能不能跟我們講一下 這一件事情跟美國 怎麼樣搭上聯繫上的橋梁 是的 主席跟我們委員會的委員 還有各位媒體的朋友們 大家好 我是溫玉玲 那主要這次我承擔的一個幫忙的任務 就是說我們會邀請美國的國會眾議員 來關心我們這次的一個活動 那當我們講到說Massacre的時候 他們就會眼睛一亮說 是這樣的 那我也希望說藉此機會 我們可以就是說 打進我們美國主流的一點的 關心關懷 關於說我們台灣其實也有這樣的發生 那我們這次有特色 我們希望可以locate 是Jewish American Background的國會眾議員 還是說Armenian American Background的國會眾議員 他們就會心感深受的 知道我們原來台灣也有發生這樣的事情 那我們就盡力來做 謝謝 謝謝 那我們邀請我們的媒體朋友 對這次的活動還有什麼問題嗎 請你們不要客氣 我們會盡量回答 謝謝 另外一場音樂會是27號 是在地點是在哪裡 是在哪 28號 是這裡 28號之前 對 27號呢 27號 這個音樂節目是我們整個紀念會的一個部分 在台灣會館 也在2點到4點之間 剛剛忘記我們今天拿了一些陳彤波的作品 陳彤波現在是台灣的國寶集 他這個畫大概顏色是兩倍大 在2006年的時候是一億兩千萬台幣 串天價 2007年漲到兩億四千萬 等於是一個 表示台灣人已經覺醒重視我們自己的東西 本來我計畫師傅 但是我看不夠內容我再加一個 你跟他講 禮拜五跟禮拜六 是禮拜五 禮拜六 幫我做英文翻譯好不好 我們這把台灣的這個 因為很重要的是 他是等於台灣這個 當時的追求台灣人的 本土意識的一個所影 一個很精采的一個混透史 我再補充一下我們的program 我們那個228紀念音樂會 我們是part of the program 就是它是一個紀念追試紀念會 但是音樂會的策劃就是在這裡頭的一個部分 那音樂會是幾點開始 是兩點開始 一開始就是用音樂會追詩 所以我們一開始有一個燭光追詩 就是有一些社團的代表拿燭開始 音樂就開始這樣子 然後有過來就是 在同時進行的當中 我個人會唱神佑台灣這首曲子 然後就是唱完以後 因為這個是一個重點 一開始就是用竹崗對台灣 我們的祖國一個祈福 神佑台灣的意義就是 就是認為我是在祈禱 所以就拿一個祖大家一開始 就這樣開始來做一個祈禱祈福 然後過來我們會有一個 就是我們寧和會 就是TBC南加州台灣長老教會寧和會的牧師 他是目前的主席 喜明眼牧師他會祷告 他的祈禱會安慰這個時期的靈魂 然後又一方面為台灣來祈福 然後我們會有一個 百合花女生三重唱 我們會唱一三個 求女是我們平安 就是祈禱的 很好的 平安 沒有還有事實 然後有一個百合花之歌 這條是一個 大家都比較不熟的一條歌 其實是蕭老師寫 是林明勇的一個詩 他特別在講那個 台灣走過很痛苦的一條 冬天的路 又不忘記 春天 然後看到一個新的國家 一個成立 其實是一個很漂亮的一個詩 所以我們會用三重唱的女生來唱 還有最後我們會有 就是聖夜團 就是南加州台灣人長老教會聖夜團 我們會唱 雖然走過死印的優惡 然後會唱愛 希望就是二二八紀念歌 就是剛才我講那個歌詞的重點 我們會把歌詞都會弄出來 然後台灣淬青 其實最近 滿久總統在說什麼 叫台灣的學生要唱 我們台灣的國歌 很多學生都不知道是唱 那個是國歌還是黨歌 所以當台灣淬青 當你們沒有遇到寡宿的時 是一個詩 像泰南高雄 有兩個是很好朋友 跟台灣淬青 真是一個很漂亮 在台灣每一個活動 一開始就是在記錄這條詩 那現在我們也差不多在這邊 有大型的活動 都說一開始唱 沒什麼 最後也唱 所以我們台灣淬青 我們會請觀眾一起來 跟我們一起合唱 謝謝 謝謝 它的發展的時間 我們先跟Media說一下 對 我們剛剛也有提的 我們也會再加上 我們的這些Flyer 2月27號是11點在這裡 畫展會一直在這裡展 可是11點 早上11點會有說明 2月27號早上11點會有 說明是28號下午 28號兩點在一場說明 對 所以有兩場的說明 好 那如果我們沒有其他問題 我們 那28號早上 是從2點 所有活動後從2點 27號 27號 那個大型的紀念會 是2點開始 那所以28號是整天的嗎 28號就是畫展 這是畫展 就沒有紀念會了 28號沒有紀念會 可是有音樂會 所以音樂會就在 阿克里亞的 這個 阿克里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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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